现在我们要揭晓的是两个与时代相关的荣誉 没错 这两位呢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成长 也让自己成为了影迷歌迷心中全新的时代 他们是谁呢 请看大屏幕 中国名片 她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十年亲善大使 自觉践行社会责任 不遗余力 不负圣语 微博时代影响力艺人 李冰冰 微博时代影响力音乐人 她是一个时代的响音符号 持续用多样的音乐语言 探寻内心与世界 以深刻的洞察和丰盛的表达 与时代对话 她是战役期间的音乐发起人 用持续不断的创作 抚慰人心 传递勇气 相关视频播放量破十亿 创作的年度金曲 无价之解 更是她力量 绝佳代表 引爆热搜两百余次 微博时代影响力音乐人 李宇春 让我们欢迎李冰冰 李宇春共同登台 奉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 同时让我们欢迎点赞嘉宾 新浪董事长兼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 欢迎曹总登台为他们送上祝贺 来 有请各位 这些年两位从华语音娱乐圈到世界舞台 取得的成就可谓勇目共睹 更给了许多年轻人追逐自己梦想的勇气 也希望微博能够继续见证他们的成长和蜕变 来吧 现场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 荣耀获得者 一起合影 好 谢谢曹总